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自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对于肖战的中粉们来说,最近可谓是好消息不断,今年出炉的2020年上半年艺人新媒体指数排行榜中,肖战高居榜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迪丽乐八,近期出炉的6月份艺人新媒体指数当中,肖战又名列第五,我们的歌在酷狗音乐当中摘得人气桂冠,在2020年上半年酷狗音乐神级令综艺榜单当中,肖战演唱的主食不但夺得了总榜单的第二,还拿下了评论最热综艺歌曲的榜首。 最近肖战又是荣登了腾讯电视剧势力榜半年榜的第一名,这一桩桩一件件的荣誉纷至踏来,令粉丝们都快要应接不暇了。 然而许多不明就里的观众就会问了,近几个月来都没有见到肖战在影评上面会有新的影视剧播出,为何人气还会这么高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起初肖战因为饰演陈前令东,未无限一角而迅速爆红,圈粉无数,成为万千粉丝们心中的偶像。 而肖战本来就是一个阳光灿烂,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而且热心公益的优秀艺人,一直受到所有人的喜爱。 只不过在今年2月份突发了二二七事件,使得肖战在演艺圈的发展受到了阻挠。 由于这次事件影响力极大,因而很多拍摄好的电视剧的剧作都被延误了播出档期。 然而有许多已经录制好的综艺节目在播出的时候也不得不将其参与的情节删除。 因而就有了肖战近几个月没有出现在荧幕上的情况,然而谎言永远都掩盖不了现实,是金子总会发光。 虽然最近几个月来尽管肖战饱受人们的争议,但是他仍然不忘初心,坚强地走在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不去为自己变白,而是将精力用在公益事业上,也是有目共睹的。 如此看来肖战既演技优秀,而且心地纯真无私,理所当然会受到广大粉丝们热情追捧以及观众们的喜爱了。 因此肖战才能够在这几个月当中,没有新剧播放的情况之下仍然获得了众多的殊荣。 不过对于粉丝们来说,最令他们煎熬的便是肖战与杨子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这部剧作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开播呢? 答案来了,粉丝们总算是如愿以偿,终于盼到了这部剧作就要开播了。 7月23号,广电总局公布了2020年第三季度的国产剧发行许可情况。 观众们期待已久的很多带播剧都累在其中,其中就有《余生请多指教》,这就说明余生播出之日指日可待了。 这也算是给粉丝们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马上就要与自己新中的偶像荧幕相约了。 粉丝们可谓是心情激动,兴奋不已。 虽然在人生的道路之上,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挫折和困难,关键就是要看,你是以怎样的形态以及怎样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只有凭借自己坚强的毅力,努力朝着阳光的方向大步向前,总有一天你便会跨过脚底下的一切绊脚石,迎接更加阳光灿烂的美好明天。 而肖战的所尽所利就充分地说明了这样的一个深刻道理。 肖战坚强的毅力,勇往直前的精神,以及大无畏地充满爱心的品格,值得所有人去学习。 也希望这个春春洋溢,热情善良,阳光灿烂的美好少年,能够迎着生活的风浪,继续踏朗前行,走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肖战自陈其林开播以来,因为饰演剧中未无限一角而人气爆红,圈粉无数,令人欣喜。 然而令人们想不到的是,227事件却突然反转,又将肖战从高高的山顶一下子拉入了低谷。 近5个月的时间以来,粉丝们对于肖战将何去何从,可谓是牵肠挂肚,伤透了脑筋。 肖战会因此遭受到如此沉重的网络暴力打击,而肖纯甚至永远离开屏幕吗? 这令粉丝们无比堪忧。 但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虽说肖战近几个月没有任何新的剧作播放,但是肖战的人气依然是居高不下的。 今年出炉的2020年上半年,艺人新媒体指数排行榜中,肖战高居榜中的排名第二,仅次于迪力热巴。 而近日出炉的6月份艺人新媒体指数当中,肖战有名列第五,这充分说明在肖战折服的这几个月当中,肖战并没有被粉丝们给忘记了。 反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期盼着肖战能够早日返回娱乐圈,这一个个排行榜中的超高人气就足以说明了。 人们常说公道自在人心,这句话反映在肖战的身上一点不假。 虽然说肖战经历了如冰火两重天一般的境遇,但是肖战并没有因此而将矛头指向针对自己的人,反而是一如既往默默地热心着各种公益事业。 如此人们才真正地发现,原来肖战的确是一个心地善良,舍小我顾大家,纯真无私的一位美好的艺人。 因为如此品行兼幼的艺人,他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最终就会被人们所理解。 而肖战所遭受的委屈,也必定会有真相打白的一天。 就在人们为这个美好少年不断鼓励以及支持的呼声当中,肖战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又传来了好消息。 肖战夺得了由腾讯电视剧公布的腾讯电视剧势力榜的榜单冠军。 这充分说明了肖战虽然近几个月未出现在荧幕之上, 但是却仍然是今年上半年流量最大,最受人关注的艺人。 另一个好消息也如期而至, 在2020年上半年酷狗音乐神级LIFE综艺榜单当中, 肖战演唱的主食不但夺得了总版当的第二, 还拿下了评论次热综艺歌曲的榜首。 这一个个好消息传来,以及各个榜单的排名, 除非说明了肖战不但人气不减,反而比以前更加暴露, 这也令粉丝们替肖战感到无比的高兴。 粉丝们一直都热切地盼望着这样一位优秀的青年肖战能够重返萤幕。 其实,东方卫视以及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平台早就将肖战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及《斗罗大陆》等剧作, 列入到了2020年下半年播放清单。 虽然说粉丝们苦等到现在依然没有等到具体播出时间,可谓是望穿秋水。 不过这也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罢了。 就在粉丝们交集的批判中却又迎来了另一则有实质性的好消息, 也是令粉丝们替肖战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那便是电影《诸仙一》官方庆祝影院重启之际透露出该编或将再次上映的好消息。 虽然说具体播放时间还未确定, 但是粉丝们以及热情观众们似乎已经看到了肖战再次回归萤幕的那一天。 俗话说时间是摧毁一切谣言的最好证据。 如此看来,近5个月以来发生在肖战身上的事情也被时间的推移证明着。 肖战在粉丝们心中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 并且肖战势必会重新踏入娱乐圈, 以崭新的面貌来回馈热情的粉丝们以及热情的观众们对自己寄予的期待及厚望。 希望这个青春洋溢、纯真善良又热心的美好少年能够早日出现在大萤幕之上。 肖战即将回归萤幕,你期待吗?欢迎留言共同探讨。 近日在肖战粉丝群体当中有一个新话题,那就是肖战谢谢你。 在这个话题之下,很多粉丝都表达了自己对于肖战的一份感念, 或者是因为喜欢肖战看到了一种为梦想奋斗的样子, 或者也是因为喜欢肖战提回到了生活当中的不义与艰辛, 又或许是因为肖战开始变得更好,找寻到真诚和纯粹。 总之,肖战谢谢你,让我们光芒旺帐。 其实在肖战粉丝群体当中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回望, 经历过他默默努力阶段的粉丝折服坚持, 经历过他走红时期的粉丝纵横撇歌, 而经历过这段坎坷时光的粉丝千回百转。 这样的追星经历是在整个娱乐圈当中都十分少见的。 本来大家都是来追星的嘛,舆论一下生活, 却不曾想,却重新的体验了一遍人生。 不带盔甲上阵的肖战已然让众多的粉丝学会了坚强, 并且以此来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的诸多挫折。 说不上游刃有余吧,至少也是见识过人心的了, 无论善恶也无论美丑。 肖战你的星光让我们光芒万丈, 既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我们。 所以当肖战谢谢你这个话题出来的时候, 许多粉丝开始回忆自己喜欢肖战的这段时光, 其实也是屈指可数,毕竟满洒满算肖战也才出道五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他败给我们的感动却一点也不少, 年长永远,历久也迷心。 肖战谢谢你, 让我们知道生活当中不止有不堪, 生活中还有真诚善良与纯粹, 在高处的时候保持清醒, 在低谷的时候以谦卑豁达坦然面对, 成长中接受批评,困境中释放善意。 肖战谢谢你, 将追星这个词重新定义, 不再只是追星, 而是因为追星变得更好或者更准确的说, 是从追星当中发现最真实的自己, 那个一直在路上不停奔跑, 却少有闲暇停下来回望的自己。 你我皆是普通人, 但是你的星光却让我们光芒万丈, 既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我们。 仍然记得迪根斯曾经在其著作《远大虔诚》当中写道, 我有个原则,想要做到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而且要做到彻底,无独有饵, 肖战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 既然来了就要把它做好, 不上不下也没有什么意思, 真诚地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实现心中的那一份纯粹, 不复来路意,不复归途。 出发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